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殿堂及一人疼爱 幸福到报 袁伟豪与张宝儿儿子袁姑璐不知不觉已经半岁大 而且人如其名 肥嘟嘟 眼仔鹿鹿 兼有米其林手脚 袁伟豪近日分享一家人有幸与徐小凤午膳饭续 他写道 一个开心的下午 感谢小凤姐为袁姑璐送上祝福 袁伟豪更带上标签 小凤姐一带歌后 风趣幽默 而张宝儿也留言 多谢小凤姐加持 照片看到久违露面的徐小凤右手牵着袁姑璐合影 左手穿上用过的口罩 笑容亲切 刚半岁大的袁姑璐收到长辈派的多份历史 并有一答售包庆祝 袁姑璐更搞笑地拿起历史放入口 林德信留言 赞袁姑璐长肉变大只 大批网民也赞袁姑璐幸福 幸福满满的袁小朋友 小凤姐 一带歌后得到加持 真幸福 被满满爱包围的袁姑璐 小凤姐 厉害啊 小凤姐这么殿堂级都能请到 袁姑璐被徐小凤加持后 21日个人账号竟然贴出发烧照 透露昨天打完六个月的疫苗 活力满满 出门后晚上回家就发低烧 到隔天早上都躁动不安 睡又睡不着 需要一直抱着安抚 还好在贴了发烧贴后 即刻舒服些 现在终于恢复精神了 从照片上看到 袁姑璐额头贴了退热贴 小胖手专心玩奶嘴 精神不俗 而网民看到发烧的袁姑璐 也纷纷送上祝福 祝袁姑璐快些好起来 疫苗后的反应又可以长高高快点恢复呀 手仔好多肉好可爱 在华语乐坛的星空中 总有那么一些名字 宛如不灭的星辰 穿越时光的长河 依旧闪耀着温暖的光芒 在香港流行乐坛 就曾有过这样一棵长青树 徐小凤 他是一位传奇人物 是一代歌后 他的歌声 如同他的人生一般 充满了跌宕起伏的韵律 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1995年正值事业巅峰的徐小凤 淡出歌坛 从舞台上消失了 之后虽然偶尔有在舞台上表演 但在歌坛算是沉寂 消失了 从爆红一时 陪伴几代人到从 乐坛消失 徐小凤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说他的 消失是娱乐圈的 悲哀 徐小凤虽然在香港乐坛是殿堂籍人物 但他却是弟弟道道湖北人 1949年1月1日 原名徐云书的徐小凤 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贫寒家庭 家里一共六个兄弟姐妹 他排行老大 1951年 三岁的徐小凤跟随父母 从内地移居到香港定居 这个贫寒之家出生的小女孩 一步一步成为香港乐坛的殿堂籍人物 徐小凤用他的歌声和坚韧 书写了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 16岁时 徐小凤就受到朋友的邀请参加了 香港之音 比赛 在歌唱比赛中 崭露头角 凭着一曲练之火 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原本他当时 已经可以就此进入歌坛 但父母思想相对保守 觉得他唱歌是不务正业 又要长期抛头露面 极力反对他 进入歌坛发展 一直到1969年 徐小凤才说服了父母同意他唱歌 彼时只有20岁的徐小凤 在歌厅和夜总会担任助唱 每天从傍晚7点工作到凌晨2点 月薪600港币 赚得也是辛苦钱 23岁那年 徐小凤发行自己个人首张专辑 24岁便在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演唱会 他的每一步都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音乐的力量 成名之后的徐小凤不再是那个歌厅助唱 他一场演出的收入已经是之前月薪的数倍 当时依旧很年轻的 他把自己的薪酬都给父母 1972年 徐小凤还涉及了影视工作 出演了剧情电影《青烟》 从那之后 徐小凤成为了香港名声大噪的女歌手 他在之后的八年间 八次入选华侨晚报十大歌星金骆驼奖 在1984年 更是荣获了十大竞歌金曲颁奖典礼荣誉大奖 1989年 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真奖 1992年 于红看香港体育馆 举行了43场演唱会 至今仍保持于红管连续举办演唱会最多场数记录 《累的小花》 《情人的眼泪》 《我要你的爱》 《舞夜吉他》 《月亮代表我的心》 《和爱情的代价》 《风雨同路》 《人生满希望》 《慢慢前路》 《喜气洋洋》 《夜风中》 《风的季节》 《城市足印》 《婚纱背后》 《每一部》 《变色感情》 《徐祥曲》等歌曲 传遍了整个华语界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徐晓凤的歌声飘过了一代又一代 成为至今无人超越的歌坛神话 东姑头与蓬蓬群成为了他的标志 而他的每一首代表作 都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 徐晓凤的职业生涯 如同他的歌声一样 充满了力量和故事 贫寒之家也能飞出金凤凰 徐晓凤以低陈词性声线 及朴实的风格 享誉华语乐坛 出道短短二十年内 出版的唱片就超过了五十张 每一张唱片的销量 也是让人折舌 成绩斐然 不过他的个人生活 却让人有些唏嘘 徐晓凤的私人生活一向低调 虽然很早就在乐坛成名 但他很少把自己私生活摆到公众视野 尤其是在爱情方面 基本上没有什么消息透露 1973年 他因为扮演唱会的原因和男友正经汉相识 两人相识一年之后 在加拿大注册结婚 不过这一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很久 在1979年时 两人就因为聚少离多感情破裂 1980年 又有传闻称徐晓凤和男友廖辉结婚 结果结婚的同年就分手离婚 原因则是 男方在结婚后 要求徐晓凤放弃一切 跟他一起到美国定居 但是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徐晓凤 不能抛弃家庭的责任 最终分手告终 经历了两段失败的感情 徐晓凤也一心做好自己的歌唱事业 1983年 他的83年演唱会精选和随想曲 让他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获得荣耀 1985年 他的 停不了动感徐晓凤演唱会 再次证明了他在舞台上的无穷魅力 那些年 徐晓凤一直是音乐界的知名人物 他出众的声乐技巧和广泛的曲目 他对歌曲有深刻的理解 能够有效地诠释他们 不过在1995年 事业正当红的徐晓凤 在开了15场个人演唱会之后 就决定退影歌坛 仅参加一些慈善活动 一直到2005年之后才逐渐复出 为什么事业当红的徐晓凤 会选择淡出歌坛 逐渐在歌坛 消失的他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继续自己的事业 徐晓凤的性格其实也同他的舞台生涯一样 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他的巅峰时期 徐晓凤选择了淡出歌坛 这个决定让无数歌迷感到震惊和不舍 但对徐晓凤来说 这是他对个人生活和艺术生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他的歌声和舞台魅力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他的隐退 更是让他自己的巅峰时代成为了乐坛的一个神话 但出歌坛后的徐晓凤 并未完全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 他依旧热衷于公益事业 他向灾区捐款 为他们一眼献唱 说起自己隐退的原因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有新人在华语乐坛冒奸 对于成名已久的徐晓凤来说 自己已经是成名已久了 是时候给新人让一让位置 对于名和立 徐晓凤看得淡然 他成名的时代只需要唱好歌就行了 但时代变化太快 后来的这些歌手不但要歌唱得好 还要有话题和热度 加上那时候很多经纪人 其实很多都不懂音乐 只是把自家的歌星和艺人当作一个商品来营销 徐晓凤对于这样时代 其实十分不适应 他怀念的是那个简单的年代 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 选择了逐渐淡出歌坛 给新人让路的同时 也给观众和粉丝 留下自己最体面的回忆 事实证明 他的选择也是对的 不管是在生活 还是工作中徐晓凤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他曾说过 有工作时就全力以赴 没有工作时就尽量享受生活 即便再远离了舞台 徐晓凤依旧用自己的方式 享受着生活的每一刻 他的这份从容和淡然 或许正是他能够在乐坛保持长久魅力的秘诀所在 他的音乐 他的故事 他的精神 早已超越了时间的束缚 成为了永恒的传奇 2005年当时的歌坛 突然掀起一股怀旧热潮 当时徐晓凤复出的呼声极高 趁着这股热潮 他在香港复出 开了23场演唱会 并参与电影演出 一代歌后 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才让人深深体会到 没有他在的娱乐圈和歌坛 真是一个悲哀的时代 2024年 徐晓凤已经75岁了 如今的他 依旧保持着独有的优雅气质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会引发一阵怀旧和讨论 凭着对音乐和舞台的热爱 让他成为了香港乐坛的一个符号 尽管在巅峰时期选择了隐退 但他的歌声和故事 仍旧在乐坛传唱 他的音乐 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他的歌声如天籁之音 让人陶醉 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毅力 成就了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 他的每一步 都似乎在告诉我们 坚持自我 忠于自我 勇敢追梦 无论何时 都不应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许小凤的一生 是对于梦想和坚持的最好诠释 他用音乐讲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 也用生活告诉我们 即使在光环背后 也有着平凡而真挚的情感 如今 当我们再次听到他的歌声 仿佛又能看到 那个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身影 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和力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